哈喽,大家好 这位犹太,犹太人的大屠杀 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电影就是它背后的一概念就是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它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操纵 想通过这种方法来操纵,来使其他的一些民族的人 不能够就是获得到社会资源 它其实是一种操纵,manipulation 每次大家在遇到种族主义这样的词的时候 千万不要落入它的陷阱 我不吃这一套,I don't buy it 它这样的词其实是有些人发明的 但是不是说这个词就是应该被应用 提出的这个人想巩固自己的资产也好 社会地位也好,想巩固自己的权利 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概念,阻止其他的人 种族主义这个话题其实是大家显而易见的 谁其中获得到的价值,谁就是背后的谋使者 所以racism is actually a tactic and manipulation 所以比如说他觉得你非常聪明 他觉得你非常的educated 然后他觉得be threatened 所以他就抛出种族主义这样的一个话题 你就千万不要落入他的这个圈套 他就其实是一个manipulation 想要套住你,然后就说你是怎么样的族裔 所以你不能够,所以你是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这就是一种manipulation 他是对一种感觉到 他是对感觉到 if something is, if they feel something is threatened 如果这些人,提出主义这些人 如果感觉到他们有什么东西 其他的人对他们感到威胁 然后他们就摆出racism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this is, it means that they feel threatened 所以大家都要明白这一点 然后don't buy it ok然后刚刚看今天呢 也想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最近看了一个Tracy Tudor的一个reality show 所以我看看他有一本书就是 fear is just a four letter word 这本书就是fear is just a four letter word and我觉得这本书比较有用 他里面提到一个know your room 就是认识到你的一个房间 然后认识到你的谈话对象是谁 非常的有用,值得学习 我觉得最有用的这一点其实有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celebration 要学会庆祝 然后另外一本书要推荐就是the slight edge 这本书呢其实就讲到一件事情的两面 看你如何选择 选择正面的你就会compound成长 选择负面你就会compound下降 所以呢选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做正确的选择 尽管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很小很细微的几分钟而已 比如说每天meditation,exercise,note down positive experience,express kindness 还有就是meditation 尽管每天做这五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accumulation 但是day after day就是 就是it will be compounded to a very big difference with people who do not do it so that makes you success and stand out that makes you having more happiness throughout whole your life 所以呢刚刚说的这个five habits也是the slight edge Jeff提到的一个five habits 我们可以学习 ok 今天来分享的这么多 hope you have a really lovely day 像上面的这个 然后这边这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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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